恭喜阿虹 和阿虹家德 這次拿到冠軍 你心情如何 很開心,因為看到他克服自己,去解決困難,去處理一些技術的東西,心態的問題,我覺得他很獨立 或者你說一下,他這次的整體的水準,應該比較有什麼分別? 其實他對於今年來說,他今天是一個高峰,因為他今年有點傷患 所以都耽誤了他一段時間,至於對於上一年來說,他其實是上一年最高峰 以他今年的情況來說,他對比上一年來說,其實上一年比今年好 但對於今年來說,這場球賽是今年中最好的 今次他的成績是表現? 他獲得了三個金牌,分別是Butterfire Open的U2600和18歲組 還有一個man single,就是入了八強 至於IDTF,他15歲,團體和單打都獲得冠軍 18歲就是入了八強 恐加德,你今天有什麼計劃發展? 即是計劃發展,是什麼意思? 你是想轉打職業球,還是繼續學校? 我想職業去打 媽媽有什麼計劃? 我會支持他的計劃 他的計劃是如何打職業球賽? 即將來他的轉打職業球賽和學藝 大家互相如何平衡? 是,因為我本身是教書的 所以我很尊重小朋友的選擇 讀書來說,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識的東西 但英文是首要的 他自己真的要保持著 其他賽配合訓練和比賽 因為都很緊迫 接下來有關島年中賽,15歲 然後有巴林、匈牙利 還有一些18歲年中的決賽 其實一個一個都沒有空間 就像普通小朋友那樣去上學 但我們都會拿著上網來學習 孔加德,或者說一說你最後的希望 是打到哪一個水平? 我的目標就是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會 你好 Josephine,你說過今次這個大議會 你來到加拿大我覺得 今次的比賽場地水準和人各方面 我覺得 其實這三年我們去了很多世界比賽 其實我們覺得這個比賽雖然是第一次做 但非常成功 因為當地你們的球員和球友很熱情 給我們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而且很支持 在當中很謙虛去學很多東西 我覺得做到最好 我覺得是 以100分 以0到100分比較 你給了大會今次的主辦 整體的評分是大約多少分? 90分 因為其實10分 還要希望再圓滿些 例如可以提供到一些飲食 或者一些休息的地方 那就更加完美了 多謝祖師平,恭喜你 謝謝